这周在屏东境内的静德大桥 讲名字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如果提到 它旁边就是这个东流线 也就是东港王小琉球的码头 应该很多民众就会有印象 静德大桥连接新远和东港两个地区 它和这次发生断桥意外的南方澳大桥 都是单拱天然市的奏型 而屏东静德大桥车流量大 交通位置重要 应该不会我们这边的桥 做得蛮坚固的 单拱的 但是我们是用楼栓方式 结合的零件来做 但是全电焊 所以大概就实际方式不一样而已 从空拍镜头来看 静德大桥全长四百四十二公尺 总共有十四条钢索 尽管和南方澳大桥外形相似 但是工法不同 屏东县政府每年都会检测 在嘉义的石谷盘观光大桥 就是仿南方澳跨港大桥 而这种单拱天然市的桥梁 检测下各地 台中的东门桥 嘉义县的石谷盘桥 再加上屏东的静德大桥 都很相似 虽然是同样的桥 但是它因为连带的不同 它没有 它的设计上应该是安全的 一年的三页分 又做定期的桥梁检测 因为宜兰南方澳的意外 让类似外星的桥梁 现在备受瞩目 平常对份小心 确实检测 就能够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 三位希望黄奇烧掉 郭雄和陈凤 屏东嘉义 综合报道 请不含